谁知道这个段落我看了多少遍 有和我一样了吗 你说哥哥今天追剧看了的什么心情呢 醋坛子翻了估计 没办法为了妹妹的剧也得忍着 哥哥妹妹彼此彼此 听说25号妹妹回京参加活动 不知道真假 要是真的就太好了 同城一晚就可以好好轰轰了 26号妹妹回北京了 听说哥哥晚上7点多下班的 会不会藏在车里和PiPiO一起去接机呢 妹妹小事卡点发博 还有文文也很有意思 懂得都懂 同城了 哥哥自从20号以后就没有发博了 包括小事 真的是点妹妹流流量呀 妹妹与哥哥同城了 好好轰轰吧 不过哥哥你在不营业的话 就有人可能会入妖锦坑或妖柳坑里去了 妹妹小事卡点发博了 妹妹在参加完长相思在北京的活动 立马回了上海剧组 真的是工作达人 只在北京停留一夜 咱就是说在北京同城一晚 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毕竟哥哥妹妹现在都是顶流 都很忙 还有就是哥哥真的挺不错的 在妹妹剧播的时候 一条微博包括小事都没有发 是怕抢了妹妹的剧的流量吗 可以 不过在停更的时候 你就出来营营业吧 在被营业 有很多粉会跳入腰紧坑 或腰柳坑里面去的 妹妹参加长相思线下活动 在北京待一晚 与哥哥同城一晚 谁懂啊 哥哥最近也没发博 是为了给妹妹省流量吧 是不是也在追长相思呢 是不是也在暗暗的吃醋呢 又觉得没有办法呢 现在热播的长相思 杨子文小六 杨子小妖 大家有时间会做数据的 做个数据发发弹幕什么的 珠长相思长红 看起来吧 太好看了 不知道 哥哥吃醋 是不是咱妹妹私下哄了呢 欢迎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